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713集 这时 这黑衣男子内心之中满是惊恐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在这里竟然会遭遇到这么一个强力 惊恐之中 黑衣男子只能是疯狂地将重剑横在自己的身前 下一个 秦辰的鞭腿已然狠狠地抽在了他的身上 虚空一下子崩命 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只见那宛若山岳一般的重剑被秦辰一腿抽中之后 瞬间发出了剧烈的颤鸣之声 与此同时 一股惊人的剑气一瞬间透过重剑 木人传递到了那黑衣男子的身体中 傻意见诀 秦辰猛然间催动身体内的杀意之力 扑的一声 鲜血如同天铺一样喷涌而起 黑衣男子的身体瞬间就被击碎 血肉淋漓 满天的血肉横飞 嗡的一声 秦辰一只手探出 将那重剑直接抄在了手中 然后身形一晃落在了地上 轰的一声 紧接着 秦辰抬手 这黑衣男子身上滚滚的本渊之力 一下子吸收到了混沌世界之中 消失的是一干二净 这黑衣男子的本渊之中 拥有宇宙海的力量 虽然修为不强 但是对于现在秦辰而言 依旧是大补之物 做完了这一切 秦辰的感知 这才落在了手中的重剑之上 不得不说 这重剑极为不错 蕴含惊人的力量 乃是一柄半步超脱宝器 虽然远比不上神秘绣剑 但是神秘绣剑这样的神兵力气 现在能不拿出来 就最好不要拿出来 而有了这重剑 秦辰等于是暂时有了一件 衬手的武器 不错 秦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将重剑收了起来 然后他一抬手 那白衣男子和黑衣男子的空间法宝 依然落在了他的手中 当他的神识 扫到了两个人的空间法宝中的时候 秦辰一下子震惊中 在对方的法宝之中 有着一罗罗的宇宙星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 之前方莫灵给他的下品宇宙星 至少便有好几万枚 此外 还有一些明显在下品宇宙经之上的经式 数量大约就只有几百枚了 但是呢 这几百枚宇宙经散发出来的气息 并不比那些几万枚宇宙经的气息弱多少 秦辰一下子明白过来 这应该啊 就是在下品宇宙经之上的高品节宇宙经 极有可能就是中品宇宙经 秦辰心中立刻就是大喜 有了这些中品宇宙经 自己的修为 极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彻底的稳固下来 到了那时候 将根本就无惧着宇宙海的强者 此外 这两人的空前法宝之中 还有着一些丹药和灵药等等宝物 不过呢 秦辰暂时都还不认识 在秦辰的心中惊喜之时 一旁的方木林 投选古朴大陆 守时灵边 整个人已经彻底的懵逼了 难以置信地看着秦辰 这 刚才发生了什么了 怎么查眼之间 这两个人都陨落了 你 方木林呆滞地看着秦辰 怎么了 秦辰疑惑地看向他 这两个家伙 你是说他们呢 可能是他们大义了呗 被我抓住了机会偷袭杀了 刚才咱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若不是他们大义 说不定我已经被他们给杀了呢 秦辰一副心有余悸地说道 方木林无语 你还能再假点 就这么两三下 三下五出二地将对方给杀了的架势 对方能干死你 对了 刚才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一伙的 这时 秦辰皱眉问他 其实啊 他一上来就感觉出了两个人的不对劲 只是 没有来得及及时提醒而已 没有想到这方木林居然自己就识别了出来 方木林回过神来 收起了自己的宝物 不懈道 谁让这个家伙说 自己山油斧的人 在本姑 姑娘面前冒穿油斧的人 真是瞎了眼 真以为本姑娘那么好骗不成 还想打劫本姑娘 哼 吃了雄心豹子胆 然后 方木林眼睛火热地看着秦辰 对了 他们两人空间法宝中的东西 能不能借我看看 秦辰立刻就知道 方木林是对两个人的空间法宝动心了 想了想 秦辰当即拿出了一个空间法宝 瞬间递给了方木林的 给你 刚才这两个家伙的宝物 我们两个一人一半 看到秦辰毫不犹豫地将一个空间法宝给了自己 方木林一下愣出 你真愿意给我 他扫了一眼的空间法宝 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这空间法宝啊 居然有数万的宇宙晶 甚至还有一两百枚的中品宇宙晶 这小子竟然舍得拿出来吗 当然 毕竟刚才那两个人是我们一起杀的 秦辰当当 方木林手中瞬间出现了一些高级宇宙晶 说道 你可知这是什么 秦辰当 如果我没猜错 应该是中品宇宙晶吗 你知道还舍得给我 你可知 一枚中品宇宙晶 等于一百枚下品宇宙晶 而且中品宇宙晶中蕴含的能量 比起下品宇宙晶来说 要强大精神像许多 方木林开口道 我又不是白痴 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秦辰当当 不过既然这两个人是我们一起杀的 那宝物自然有你一半 这样才公平 可是 他们是你杀死的呀 秦辰摇了摇头 你也动手了呀 我们现在是一起的 所以自然算你的 好了 别说那么多了 咱们先赶紧离开这里 然后找个地方 我得吸收一下 之前所得到的宇宙晶 秦辰联盟说道 其实啊 他感觉空间法宝中 所剩下的几万枚下品宇宙晶 和几百枚中品宇宙晶 暂时已经够自己吸收了 所以呢 才会拿出了一半 在宇宙海这样的地方 他人生地不熟 这方木林至少人还不错 有他看着 可比一些宇宙晶啊 也有用上太多了 话音一落下 秦辰身心一晃 瞬间就朝着远处掠去 看着秦辰离去的背影 方木林正正地看着 忽然间 他玩耳一笑 似乎想到了什么 扑斥一笑道 这家伙 真是个笨蛋 说着 方木林嘴角带笑 连忙追了上去 你想吸收宇宙精的话 跟我来 我带你去个地方 方木林追上了秦辰 然后带他朝着一个方向飞掠而去 数个时辰之后 方木林便带着秦辰来到了一处 倾斜的山峰之中 在那山峰中找到了一个洞穴 两个人进入洞穴的深处 方木林站在了洞口 说道 这是我之前偶然找到的一个洞穴 你在里面修炼 我替你护法 从这儿我误物是否赞之后 每天都这儿我说的 才能不忍心就立后 应该是否赞到的一个洞穴 在那里面修炼